而在东亚地区吵得沸沸扬扬的就是跨国流窜的诈骗问题了 昨天刑事局才跟国际的警方 才获得国际的警方来通报在秘鲁破获了诈骗集团的机房 而当中就是台湾的黑帮红龙会也涉及其中 让国人不禁思考 难道我们的诈骗恨行除了在东南亚之外 也远赴南美行骗了吗 我们今天的社会大搜查线 就邀请到我们的社会组记者云曼来到现场 云曼晚安 主播晚安 大家晚安 好云曼这起案件让大家觉得说 哇千里之外的秘鲁也有台湾黑帮诈骗集团成员的身影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而是现在东南亚严打吗 还是是因为现在台湾也是严抓诈骗 逼得他们要远走到南美呢 其实这个红龙会有他们这一群人 他们是先在这社群网站上面 真才要去找这个要去赌场工作的人 因为其实在秘鲁他们这个赌场是相当相当的盛行的 所以他们用这个名义去来找这些被害人 是比较不会被起疑的 那可以看到他们在应征之后 他们会先到这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之后才会再转机入境到这个秘鲁 不过他们到了当地之后呢 就会马上被限制他们的行动 他们也会把他的手机等等东西 还有护照啊都没收 不让他们去跟家里的人做联络了 那他们其实平时在做的工作就是要求这一些马来西亚人 假扮成警察还有检察官等等去诈骗这个台湾 还有马来西亚的这个公司去勒索这些金钱 那可以看到说比较特别是就是他们是比较像是这个台湾的假检警的模式 所以手法其实是没有跟这个假检警差太多了 但是这一次很特别是说这是台湾的第一起台湾的嫌犯呢 就是把别的国家的被害人就去诈骗到了这个第三个国家去当主宰 所以是可以发现说台湾诈骗的技术其实现在是还蛮高超的 已经是可以到去诈骗很多的国家 已经是遥遥临险技术已经还不错的状态了 那为什么说这一次呢是要特别是选在秘鲁 现在是有这个两种说法 第一个是说这个台湾红龙会 其实他们早期的时候呢在秘鲁是还比较活跃的状态 他们一开始呢其实都是先在当地啊去呃去敲诈这些 可能像是餐厅的大陆业者 那等到他们是越来越壮大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在做这些跨国的诈骗 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就是已经是联合了这个台湾 还有秘鲁这边的地方来做这个诈骗 那还有另一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说 因为在秘鲁其实他当地的赌场非常多 所以选在秘鲁呢用这样的名义去诈骗这些被害人呢 是相对比较不会被起疑的嗯 确实就像云曼所说的哦 其实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有大马人士牵涉席中跟秘鲁当地的这一些非法集团 同时台湾人在里面居然扮演着类似人口泛运 还有猪仔的角色而且运用的是好几年之前呢 也是我们报导到烂说到烂宣导到烂的这种假监警的方式 居然在秘鲁然后跨境去骗马来西亚人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难堪的事实 因为大家都不希望大家想到台湾就是跟诈骗连结在一起 但同时呢我们也很好奇说 诶 这个台湾的黑帮到马来西亚协助当地的黑帮 然后到秘鲁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为什么会锁定马来西亚呢 我们可以先讲到一下说那个现在警方是要怎么调查 因为其实在今天的时候刑事局他们是已经介入侦办了 那他们在获得这个驻美联络官同意之后呢 协调之后他们已经让同意让当地刑事局的警方到这个秘鲁当地去调查 这个嫌犯的背景就是因为这一次八名嫌犯里面 其实大部分有六个人都是台湾人 那他们疑似呢都是这个台湾中部的角头 不过呢警方是发现说其实他们应该不是太正统的黑道 因为他们很多人的背后啊都有刺上这个龙的图案 但是这个龙的图案 一般现在黑道他们有个说法是说把龙刺在背后 有一种呃台语的说法就是很狼狈 很狼狈 哦这个谐音会过得很狼狈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台湾的黑帮 是不太会刺青这种图案在身上啦 是 对那为什么这一次呢 几乎都是这个马来西亚人 因为呃可以说现在是不管哪一个国家 不仅仅是台湾 其实每个国家的诈骗都是非常非常的盛行 他们每年现在这个诈骗的数量呢 几乎都是逐年在翻倍的成长的 所以各国警方现在其实都把打炸当成是他们一个打击犯罪的标的物 呃可以举例像新加坡 他们也是因为他们诈骗越来越长那个成长的非常非常快 是 所以他们现在还办了成立了一个反诈骗的指挥处 指挥处齁 那为什么这一次马来西亚人呢 都要呃呃 被害人都是马来西亚人 那最好懂的说法就是因为 他们这次想要诈骗的对象都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他们干脆就是找这些马来西亚人呃 这些当地人负责打这个诈骗的电话 也可以比较能够去跟这一些被害人来做沟通 嗯那现在其实像这种诈骗集团呢 他们如果是要跨国呃不仅是跨国啊 如果是国内的话他们都分工都要非常明确 那跨国就是要更加的分工了 嗯那其实大部分呢可以看到有分成像是行动组 交通组呃囚禁组还有这个招募组 对那像以这一件来说 台湾人的角色呢就是这些中部的这些角头啊 他们的角色就是等到这些被害人 已经到了这个秘鲁之后呢 要开始去控制他们的行动 算是做这个看管的工作 那招募组的部分呢则是这个马来西亚人 他们就负责在当地刊登啊 曝光了他们的那些广告 还有那个真才的资讯等等 不过现在是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警方他们也不排除有可能 这一次幕后出资的人呢 就是这个马来西亚人 因为他们才可以更熟悉 更知道要怎么去引诱这一些 这个被害人上当啦 那其实这一次这个诈骗 因为横跨了好多的国家 所以实在国际间是引起了还蛮大的关注 所以现在呢就是台湾秘鲁还有马来西亚呢 他们三个国家就是联收起来呢 就是希望可以去揪出这个幕后的藏经人 据说秘鲁警方也觉得这个案件实在恶性太重大 囚禁人生自由 然后骗取别人的身家财产 特别是刚刚云曼也有特别提到 现在呢这个犯罪化组织化 还会分组有这种层级的模式 简直就是过去台湾在打击犯罪集团当中 这一些一贯的手法也全部都被移植过去了 那么也希望呢通过严打 可以让类似的犯罪的方式 能够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同时哦 其实有时候犯罪集团也是抓住了人性 或者是骗取大家对于资讯流通的不足 加强宣导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谢谢云曼 谢谢主播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